我们的独家镜头要带你来关心 在台中发生了一起车祸意外 真的喝了酒不要开车 这一名中年妇人就是喝了酒 开着她的名贵轿车 在行经台中中港路的时候擦撞到分隔岛 整辆车就翻得四脚朝天了 当然幸运的 这位女驾驶毫发无伤 不过警察到现场的时候 她向着警方说好冷好冷 还向警察要外逃穿 这辆黑色冰是180度大翻转 车身四脚朝天躺在大马路上 几乎占据整个快车道 引擎盖被压坏 玻璃四碎 车门还半开 奇怪的是驾驶却不见踪影 听她声音的时候 就看到她就跑过来 你没有看到驾驶走出来这样 连目击民众都没看到驾驶 隔了半小时 女驾驶才突然出现 坐在马路旁不停寒冷 那个你没外套要不要先穿起来 我等了 没外套 你不就我套 妇人还向警察要外套穿 最后拿了自己的外套披在身上 但到底车祸怎么发生的 恍生的妇人始终答非所问 你是从慢车道回车还是开车道 我从慢点过来 就过来 过来怎么会会到这边来的 很冷啊 什么叫很冷 很冷啊 那讲的又不一样 车子压成这样 妇人到底如何钻出来 实在没人晓得 不过他九侧值高达1.12 才会在大马路上演脱续行为 再次回到最后